iMove 职业教育国际推广 是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发起了一项倡议活动 隶属于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职业教育国际化部门 旨在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国际合作 自2017年7月1日起 iMove 入驻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办公室 设立iMove中国联络处 今天我们邀请到湖南乐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与我们一起就中德职业教育合作进行探讨 乐欧教育是一家由中德双方专家组建的 专注于中德职教国际合作的公司 公司多位同事在中国 有超过20年的职教行业的从业经验 并参与创建了两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教育公司 我们与全国各地的印本、高职、中职等职业院校 及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 进行中德职业教育合作 这些合作覆盖职业教育各方面 包括专业建设、专业建设水平认证、师资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与考试的组织、中德合作办学等等 2020年初的时候,在往上搜索到了爱慕这个平台 于是马上把爱慕在中国联络处建立了业务名席 在2020年的6月份 我们参加了爱慕中国联络处所主办的一个线上信息交流会 这个会上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在M5平台上已经发布了多个中国市场相关的需求信息 发布的过程很顺畅 也很快地获得了经济的反馈 通过M5平台 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优质的德国合作伙伴 包括Cognos、VBS、TypeHanlon等等 与这些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湖南、上海、浙江、海南等地展开了多个项目合作 同时我们还在20多个省份不断地推广我们的合作项目 职业教育是全世界知名的 在中国的职业教育界也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我们中国的职业教育界也是非常的乐意和德国的同行进行交友和合作的 但是作为国际化的项目 往往会有一些工作习惯和文化上的差异 那么我们公司一方面深入了解中国的职业教育特点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非常顺畅的和德国的合作伙伴进行沟通 因此我们对中德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充满了信心 举一个例子呢 是中国的合作院校它每一个的特点是不同的 它每一个的需求也是需要单个对爱的 因此就需要我们公司和我们的德国合作伙伴 共同的保持相当的灵活性来逼应这个情况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的疫情影响到了我们的与别人的出行 我们也在不断的尝试使用性别体技术 来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沟通效应 当年呢我们主要的战略规划呢是基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在全国层面的 那么基于全国层面的这个战略规划呢 我们主要是依托与中国教育部的一个 在技能培训方面的合作 这个合作涉及到全国的海市多数院下 依托与这一个合作呢 我们将在全国推广我们跟德国的那个 我们的发展的合作在全国落地的产品的推广 那么呢在我们的总部呢 湖南省我们将组织协调号湖南交易主管部门 以及企业的相关主管部门 来与德国相对应的教育及企业的主管部门 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德国合作方 一起共同去办一个中德职业教育方面的高峰论坛 那么基于这个高峰论坛呢 我们将推广我们自己的各种类型的产品 包括德国合作产品 而这一个推广呢 将我们的省会积点 然后复改到中南地区的各省点 我们期待 我们非常期待 与M5一起 M5一起 在中德合作方面 在中德合作方面 觉得有更多成功 有更多的成功 M5一起